台湾到底什么时候隆统 有没有具体时间 是5年内 还是10年内 还是50年内 还是要100年啊 哎哟 我真是太着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位中国网红 在韩国遇到了台湾人 结果破防了 原因是这位台湾人非常含糊的说 我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你口中说的 我是中国人 然后这个小粉就拍片通嘛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小粉 拍了怎么影片 我每次出国旅游 遇到台湾同胞 对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友好 不管是他们让我帮他们换现金 换零钱呀 还是说翻译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都非常乐于助人像个雷锋 但是我一定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是否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索性在我前几次出镜游的时候 就是都得到了很肯定的答案 对方都说当然啊 当然是啊 他们都说台独是老一套 然后他们现在年轻人 已经全部都是希望早日回归 但是就今天我刚到韩国的第一天 刚刚在酒店楼下的便利店 买泡面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的小女孩找我换零钱 然后我就也惯例问了她这个问题 她的回答就很含糊 她说她说啊 我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了解 我就问那你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了解是什么意思 你的答案很含糊哦 然后她说我才20岁 嗯不太关注这方面 我跟我朋友就说你是20岁不是6岁 那我觉得这种含糊的答案其实就是 然后我说那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跟你换这个零钱 你自己回去拿吧 真的很生气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她回去之后 肯定要在他们台湾的社交网络上发帖子 今天败坏我们两岸的统一 影响我们两岸的和谐 我再跟你说一遍 记住了啊 跟我一起说 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我之前 每次旅游遇到台湾同胞都非常好 然后都非常好 跟我聊大陆的美食啊 跟我聊他们大陆的那种什么祖籍啊 什么福建的亲人啊 我今天是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个 有遇到台湾的人管我 就是不管聊天也好 还是说什么寻求帮助也好 我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的 我一定要判断 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我作为中国人我才会帮你 那你如果不认为你自己是中国人的话 OK那我们不是老乡我也不想帮你 学起来大家传播起来 以后出门再来遇到台湾人问这个问题 一定要坚定他们的立场 大家有发现了吗 这个中国网红他一直在搞台独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台湾人到时候回去 他们台湾的社交平台 网路上又要说什么 台湾网路不就中国网路吗 等一下你今天会说 我遇到一个山东人 然后跟这个山东人有过节 然后这个山东人会回去 他们山东的网路跟山东的社交平台 不都是一样吗 微博微信啊 小红书啊 那些诸如此类的 不都是中国平台吗 难道台湾的网路平台 跟中国是分开来看的吗 哦你台独了 你心里也知道不一样啊 首先这个中国网红啊 说他之前遇到的台湾年轻人 都是支持与中共统一的 台独是老一套 我只能跟你说啊 要嘛你造谣 要嘛你遇到是少数信存者偏差 你这部影片里面可能后半段说的 你在韩国遇到的台湾人是事实 但你前面是瞎掰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混在一起 没有人分得清楚 这也是中共最擅长的 也是你们中国网红最擅长干的事情啊 我们从这张台湾每年都会统计的民调来看 那绝对是比中国的数据还要更真实一些啊 那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以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这个比例 都在逐年降低 当然有一点点回升 但是这个趋势如果看这种股市的人啊 这个趋势是往下的对吧 那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是逐年增高 那这份报告里面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2.4%对吧 而这个中国人大部分是偏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那一类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看到 同样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相信大部分选择这一个选项了 是中华民国派立场 我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对吧 我也是中国人没错 但不好意思我这个中国绝对是中华民国 那当然在现状的前提之下 台湾台派跟中华民国派是要站在一起的 我们先去抗共对吧 因为他现在是最大的威胁力最大的敌人 因为他有14亿绑架的人民来对付我们 即便这14亿人民中可能只有1亿甚至几千万的人 是不想对抗的 那不管因为你们多数是想对抗的 而你们多数是被绑架的 所以要符合中共口中的那种统一的人口只有2.4% 如果今天他们是多数的话 今天的执政党应该叫做统一促进党 今天的总统应该叫做张安乐 当然你们应该要说是省长 如果台湾人多数认为自己是 你口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那请问蔡英文跟赖兴德是谁选出来的 是你口中的中国台湾人选出来的吗 那如果是的话 他们是不是民意呢 是啊 明天你中共国在北京开的两会 里面的人大 你们自己那个省的人大 你认识几个 你见过哪个人大 出来跟你解决问题 跟你握手 跟你拍照的 没见过 你可能连你们市长市委书记 你都没资格见 你下次如果在海外 再遇到台湾人 你就拍片嘛 两个人护照掏出来 就在直播 来 各位观众啊 你们说这两个护照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一样的啊 四个字是不是等于七个字啊 你就在B站直播 你就在抖音上直播 你看你那个直播会不会被下架 各位小伙伴 为什么他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 可以去日本韩国 美国欧洲国家 不用像我们一样 要去大使馆 去找旅行社办签证的 为什么凭什么 然后各位小伙伴 你说一下 就为什么这个香港 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 对吧 上面也明确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这个徽章啊 是这个五星旗的 还有这个天安门 是不是 但为啥 台湾是中华民国 台湾 然后有一个太阳的徽章 为什么 难道 这个是咱们中国政府发的吗 是咱们圣上发的吗 咱们外交部发的吗 如果是我们发的 为什么 他们是写太阳灰呢 如果他们不被承认的话 那又为什么他们的护照 比我们的祖国护照还好用呢 所以啊 各位小伙伴你说说 台湾 到底是一个省 还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还是一个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呢 你绝对被下直播 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跟那个台北机车 舔贡的那个 我就说啊 我在YouTube上开直播 你在抖音上开直播 我们来辩论 结果他抖音被下架 对吧 因为讲到中华民国 讲到台湾的呼召 他被下架 所以啊 你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谁是小丑 党就不让你说嘛 不过啊 我确实有遇到这个中国网红说的状况 我19年的时候啊 在捷克 搭高铁 要前往匈牙利 布达佩斯 结果啊 有位女粉红过来 跟我问路 可能啊 他有听到 我跟当时的时任女友 说汉语吧 然后他就跑过来 啊这班车是到哪了哪的 是吧 啊我买的这个座位 分不太清楚哦 捷克有捷克的语言吗 然后因为高铁也有分这个座位 不同区间的 也有分这个包厢跟没有包厢的 还有有座位票跟没有座位票的 对吧 还有这个自由座位票的 其实啊 我当初也是搞了一段时间 我才搞懂 问我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补一句 您是中国人吗 跟我哪个国家人有什么关系 我突然就 你不是在问这个高铁东西吗 然后就跟他说 不是啊我台湾人啊 他才看到我手上啊 拿着车票跟护照 他这个时候才看到 因为我是垂着嘛 然后呢 他就直接走掉了 我这就莫名其妙耶 去年啊 我在罗马 也遇到一对小粉红情侣 当时我们要去参观 这个圣天使城啊 我去窗口买票的时候 我女友在后面等我嘛 那我女友就说 他当时听到 他后面的中国留学生情侣 说什么 前面有台独耶 因为我买票的时候 要掏那个卡嘛 对吧 我的那个卡跟护照 还有钱包都放在腰包 我一起掏出来 然后他就看到我的护照了 他才说 前面有台独呢 然后他阴阳怪气也这样讲啊 但我没有听到嘛 因为我离他有距离嘛 只有我女友听到 那后来 买完票走了 是我女朋友跟我讲 台湾的存在 中华民国的存在 对于中共来说 对于粉红来说 就是在伤害他的感情 骂 周楚除伤害 这部台剧 台湾电影 在中国上映的 两天票房破两亿 当然在中国上映的是三简版 因为我们在台湾看 其实也是蛮血腥的 有一种昆丁的黑色幽默 对吧 然后呢 很多小粉红就翻墙 去Netflix上面看 或是其他的盗版红屋上 看台湾的正版 才发现 好多的都被删减啊 而中国版的国旗啊 中华民国的国旗啊 被打了马赛克 当然有些粉红说 我以前看那个抗日神剧 也有中华民国国旗啊 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 是不用打马赛克 现在要 你说到重点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中华民国是存在 在中国大陆的领土上 但是你们现在 不承认中华民国 因为他现在还存在在台湾 你不想要 他被全中国人民 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你把他打了马赛克 不然你打马赛克的意义在哪里了 所以就是过去可以存在 现在是不能存在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台湾政府就发这本呼召给我 就可以在意大利快速通关了 哪像你们还要排队 人工森查 怪我了哦 影片啊 这个中国网红说什么 如果我们不认同自己 是中国人的话 那咱们就不是老乡 我就不要帮你 我真的阿弥陀佛 老乡见老乡 背后开墙 你不要帮最好 所以大家看到了 有些粉红是打着这个所谓的情怀 但心里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要统战 认同自己是中共国人的 这个一个目的 去跟你交流的 统战的意思就是这个嘛 你喜欢喝饮料 我跟你谈饮料嘛 你喜欢玩游戏 我跟你玩游戏嘛 我们再从这个中间过程中 慢慢去影响你 让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嘛 这就是统战 你以为统战就那么全白 我就是要告诉你 你是中国人 这不叫统战 那叫统战 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这个人是见点他一个人说 我今天就是见点你疯啦 所以我想说嘛 如果按你说的逻辑 老乡才要帮老乡 那今天欧美日韩人 你都不帮了吗 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搞笑啊 如果今天在海外 有中国人突然问我路 或是怎么样 我从来不会突然来一句 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 你认不认同我这本呼叫跟你不一样 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你是不是爱党爱国 你是不是粉红啊 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出来旅游的 我干嘛没事去跟你讲这些的 当然除非是你故意先来挑衅我的 你故意先来跟我开这个话题 这个另当别论 我副频道还有好多海外旅游的影片没上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想切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见 拜